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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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各位老師早晨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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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在通Sir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件樂器 那件樂器呢 相信呢 三次讀完班都會吹 是甚麼樂器 爹 爹 甚麼爹 先來吧 木屯笛 木屯笛 那其實呢 他是不是真的叫木屯笛呢 那一間呢 好像有人會說 好了 這裡呢 有一個 你覺得他是一個現代人 還是一個古代人 古代人 古代人 我在做甚麼 古代人 木屯笛 對 在這裡吹木屯笛 咦 如果這樣計算 究竟木屯笛是一件 現代的樂器 還是一件古代的樂器呢 古代 古代 是的 那他究竟是 那個名字 就叫木屯笛呢 其實呢 木屯笛呢 最初呢 就叫做木屯笛的 木字呢 就是木頭的木 木屯笛 那麼呢 他英文叫做 Recorder 讀一次對不對 1 2 3 Recorder 他呢 他呢 源於幾個世紀呢 十世 四十四世紀 即是現在差幾個年嗎 有沒有人數 很厲害 應該呢 大概呢 有 差不多六百幾年的歷史 原來呢 六百幾年前呢 木屯笛已經 在這個世上呢 出現了 那原來呢 那甚麼叫木屯笛呢 原來在很久的很久之前 即是六百年前呢 木屯呢 他用木製的 摺別代用木製 但現在呢 到十九十世紀 即是現在呢 我們吹的木屯呢 他用甚麼製呢 塑膠 塑膠製造的 那麼呢 原來他們呢 是家族的 那麼呢 家族裡面呢 有很多不同的成員 那究竟有些甚麼成員呢 現在 幫助我們介紹一下 好 好了 這裡 嘩 有甚麼分別呢 全部都是木屯笛來的 有甚麼分別呢 啊 有些呢 長度長一點 有些長度就 短一點 那 是不是全部都叫木屯呢 對 不過呢 如果 假設潘sir 叫小朋友 去教研室 拿一枝木屯給潘sir 那你看到 那麼多枝木屯 你要拿哪枝給潘sir呢 那有沒有機會拿錯啊 有啊 有啊 因為他們沒有個名字在那裡 那我們呢 不如呢 看看他們叫甚麼名字 好嗎 好嗎 但不過呢 我介紹他們之前呢 你們要守個規矩啊 就是要安靜啊 因為呢 紅叮的聲音呢 是很 細聲的 所以如果你們這麼晚的話呢 就聽不到潘sir吹的了 知道嗎 好了 第一個呢 哇 英文很難 叫做 Soprano 讀一次 或者叫做 Descan 也會有兩種名字 那根本不知道是 哪個女型啊 咦 很熟悉啊 有哪個見過啊 其實相信呢 一次到聯班的同學都會見過 因為呢 他就是我們平時 上了一個 堂吹的 木屯的 型號了 那他呢 有什麼特別呢 他叫做高音笛 對了 中文叫做高音笛 他呢 當然適合你們中學 小學生去演奏 他聲音呢 很清楚 要聽一下 他哪個聽不到的 全都聽不到的 所以呢 他的聲音呢 他聲音呢 他聲音呢 比較清楚 那你覺得呢 他是哪個 不知道他見哪個 才是他呢 我找我跟他出來答一下 你覺得哪支呢 他上去看一看 哦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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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挺 有 有 真的 不是 大 就是這支 還有一些是大過去 還有一些是小過去 我們再看一看 這個字是怎樣的 Auto 為什麼這麼厲害 它叫做Auto 千萬不要叫做Auto 又不是 the online的Auto 就是Auto 對 很冷靜 它的中文名叫做 中音笛 它的聲音 很像我們講話的聲音 尤其是 你們家裡的爸爸 或者潘Sir的聲音 比較想介意 就聽一下 這支就是Auto 它比你們剛出的那支 很大 很短 很短 很輕鬆 很輕鬆 它的聲音很厲害 有多厲害 原來很久很久以前的 我將大部分的樂曲 都是由這支中音 扔到的演奏 好了 那你覺得是哪支呢 哪支 我先說一連班 那是哪支 你上去指給他 曲上看 你覺得是嗎 他呢 給我一點掌聲 給我一點掌聲 是對的 它是中間的前期 就是這個 再之後 越來越大腦之笛 叫做Tenner 一次 1 2 3 Tenner Tenner 叫做 刺中音笛 記住 是刺中音笛 距不是低音笛 知不知道 他一般呢 只是 做一些伴和的角色 他很少做主角 他做配角 做一些樂業 他配搭 一首音樂 那聲音呢 就比較低層 我們就聽一下 嘩 嘩 這很大支 剛才你們平常吹的 就說這麼大支 差不多 這很大支 比聽一下 聲音 好 這個聲音 低還是高 高 高還是低 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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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覺得是哪支呢 不如讓我猜 就說吧 你們應該都知道 可以 就是這支 這支 咦 我們現在講到哪三支 是嗎 這支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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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部也還沒說 好嗎 想不想見一下他們 可以 我出場 咦 咦 見了一支 在你書包裏面 看了一支 真的找不到他 那怎麼辦 他太小支了 找不到他 我找不到他 有沒有人同學幫我找到他 在這裏的 你跟我找一下 最小的那支 在這裏 我看了他 很大支 很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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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不出聲 那你覺得這支 這麼細心 這麼細心 它是高音跟低音嗎 高音跟低音 高音 那我說 我覺得是很高音的舉手 很高音 那他叫什麼名字 不知道 會不會讀這個時候 很難讀 我讀一次給你們聽 慢一點讀 如果我學會的話 一會考一下誰會的話 叫做 Supernino Supernino 對 他的名字很聽 叫做 Supernino 做多少次可以嗎 1 2 3 Supernino 對 他叫做 Supernino 他中文名叫什麼呢 叫做 超高音 對 顧名思義 即是很高音 他原來的聲音 好像什麼聲音 看看他 看看他 像不像那隻小子飛過了 像啊 有什麼好笑的笑話給他聽 其實 班Sir試過在家裡練笛 那他練這支笛 吹起初先的聲音 那怎知道 我真的見到那隻小子飛過了 和我在那裡聊天 所以 他的聲音 真的好像小子 小子也覺得 有另一隻小子跟他聊天 那原來 他是吹一些很高很高難度的 降雀 知不知道 很高難度 那些難度 難到Hooch 都吹不到 是的 那你覺得是誰 哪些箭 哪些 不用講多一支 肯定是最小的 最小的 好了 講完哪幾支 現在 最頭小支 不如重關一下 這個名字 這個叫做 Solino 超高音笛 中英語叫什麼 Solino 這支平時你吹開的高音笛叫做Soprano 這支中音笛叫做Auto 誰說的不是他的名字 這支呢Tenner 還有G 他出場 通常我帶來 你也知道 給少許時間 因為他這個大件 有一份重點我帶了出來 你看一會 這支呢 昨天最大的一支其實不是 今天Houcher帶了五支裏面最大的幾支 這支叫做 Face 讀一次 1 2 3 Face 這支是叫做低音頂 每個低音呢 就沒有低音頂 看看是否來 要很直接聽到的 我看同一個聲音他又不吹 出了 天啊 天啊 這多光片 前面 4 2 1 這支頂主要都是以伴奏為主 還有它是演奏一些有上新派的樂曲 即是更加我們很流行的音樂曲 在這裏 講到本來,不如把同學出來出一首歌 我不是你會收拾一下,我已經選了 有請到六年級的同學,給他們一掌聲 原來,屋內有很多技巧 最基本的技巧就是同學師班 1,2,3 掌聲 我準備好像比較大一點的掌聲 小星星 其實小星星有很多不同的技巧 現在風Sir要介紹一下 但我要放棄很長的,這支叫什麼? Dance Dance 哇,這裡有很多英文 在這支影片那裏 說到淘汰一個中文,在英文那裏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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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潘Sir吹了一句 舌頭是怎樣動呢? 我現在就給大家看一下 咦?是嗎? 大哥好給你看 不是 是舌頭在這裡不停 上面沒有一個位置 不停舌頭打下去 剛才潘Sir已經打了 起碼四十幾下 所以吹雙吞是非常累的 知道嗎? 當然要經過很長時間的練習 才能練到的 而不是呢 你一拿著就懂得出去讀吞 那就沒有可能 這樣難度越來越高 有沒有人懂得讀這個中文? 巴士 英文叫做 駭得吞 駭得吞的意思呢 聽住 嘶 這個很特別 你聽到呢 我吹完才好 嘩 這樣 不然你騷擾著我 就吹不到 他不停在這裡 真的 很可怕 不錯 我們真的在這裡 讓你拍照 他會拍照 剛才雙倍吞是用一個很均速的節奏爬打的比賽 但不得吞這巴士是要多幾倍的快速 即是怎樣練呢?就是這樣練 你的腿可以這樣練 Pushar就是這樣練,練了兩年就練到了 聽著 原來你的腿在裡面做甚麼? 嘩,我聽到 嘩,可以啊,我聽到 好 看哪個座在這裡吞的 那我就少識我去 在道處的麥克風在那裡 派的麥克風在那裡通 對 這個技巧是用作一些很新穎很新穎的項曲 對 咦,夠不夠我兩個技巧 還想那麼再聽 嘩 嘩,這個字很難讀啊 叫甚麼? 滑音 滑音 英文就是 Risando 這個字呢 究竟甚麼滑音呢? 是不是像上滑梯一樣的呢? 咦,沒事啊 真的好像上滑梯一樣的 對,不如我去試試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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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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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了 是的 低音的高音即是有幾個聲音在那裡 兩個聲音在那裡 咦 我吹出來聽到聲音 那還有聲音 是哪裏加出來的 有沒有人知道 哪裏加出來的 聽不到 噢 我唱出來的 是不是 是不是 他們很聰明 其實真的不想唱出來的 那我呢 剛才同步做了兩個工作 第一個工作就是吹笛 第二個工作就是 唱歌 我唱歌的音就不是唱日閃 日閃小聲聲 是那樣 嗯嗯嗯嗯嗯 在看不出來的 再聽一次好不好 用時間 但是 出少少了好不好 這個難度呢 很好 因為呢 又要唱得對 又要吹得 不對 如果不是呢 就會走音了 知不知道 好了 今天呢 介紹了多少支笛笛笛 不知道 哪裏不知道 最高音是 超高音笛 平時你吹呢 高音笛 我手上這支呢 中音笛 這支呢 次中音笛 次中音笛 還有最大的那支 低音笛 好了 那現在呢 是不是加深了 對目的的認識 是不是 好了 那今天呢 的分享就這麼多了 好了 那現在呢 對期好了 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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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